好还记得吗 11月底新北市五谷区有一名87岁的菲律宾华侨 清晨运动完要走回家 结果遭到了白色乡行车 拖行了四公里惨死 原本以为教室者就是乡行车驾驶 不过警方呢 在这乡行车车身并没有发现到擦撞痕迹 再次钓鱼了监视器才发现 原来当时是有机车先撞到这名老翁 而且机车骑士竟然全不知情 清晨5点87岁菲律宾华侨 陈老先生早起外出买早餐 但没想到在下个路口 竟被乡行车碾过拖行四公里 原本以为肇事者就是乡行车的驾驶 但警方在乡行车上并没有发现擦撞痕迹 再次钓鱼监视器 这才发现肇事者另有其人 红色机车车体明显一道道的擦撞痕迹 因为这才是车祸的主要原因 清晨5点下着大雨 机车骑士撞上陈老先生之后 机车滑行了八公尺之远 老先生倒在路旁 摆设乡行车从后面出现 碾过昏迷的被害人造成拖行惨剧 他表示当天因为清晨下雨 天色昏暗 行经五公一路口的时候 有撞到不明的物品 他连人带车发行一段距离 那起身后他发现现场并没有什么东西 他就将机车开走 机车骑士道案表示 只看到有个黑影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已经撞到人 现在后悔莫及 中文新闻的领事号李怡婷新本事报道